Convention andилось 作曲 李宗盛 Bruyne 初恿 弟兄们走啊 走啊 弟兄们走啊 以我方向者来的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落后 落后就要被爱走 永世不见日头 一步风向着来的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落后 落后就要被爱走 永世不见日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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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族 随我风向着来的路上走 哪一刻也不要回头 回头就要错过黎明 赶不上决战的时候 以我风向着来的路上走 那一个也不要回头 回头就要错过黎明 赶不上决战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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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走 弟兄们走 回头就要错过黎明 干什么 我在玩 玩杂技 你看 我给你拿下来 不 拿下来我就死了 你神经病 我 我 这不是龙先生吗 五十四小姐 你已经大会设了 那你怎么不进去 会长忙 顾不上见我 那我领你去 走 别客气 好吧 爷爷 这是龙先生 龙先生 请坐 好 龙先生 很对不起 你刚一来就遭到这样的冷遇 高口会长 这没关系 龙先生 我想 高口会长 有话直说 我看得出来 是不是有人反对雇佣我 您做不了主 龙先生 龙先生 高口会长 你不用解释 我不是傻子 其实我也不是非来不可 今天我只不过是来看看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拿着 东西 风 �宙 水 放 понятно 东西 林 子 sinking 鱽 你过了一下 哎 我先去找你 爷爷 有事吗 你替我去办一件事 把这些钱给龙先生送去 爷爷 你还在想着龙先生的事 不管怎么样 他是龙副董事长的儿子 让他刚来就遭到了冷遇 现在我太不讲信用了 爷爷 你是因为草场副董事长夺权的事儿而烦恼吧 才对龙先生这么关心的 别胡说了 快送去吧 爷爷 我去了 请进 你要出去 爷爷 让我给龙先生送钱去 送钱 爷爷因为答应了龙先生 后来又反悔 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想向龙先生表示歉意 是啊 今天的事实在太伤龙先生的自尊心了 放在谁身上都会不高兴的 也不知道龙先生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 这件事谁也没法办 会社这么乱 龙先生不进了也好 我没有 幸迹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五十子 不是我没有同情心 我奇怪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一个陌生人 我只觉得他太可怜了 五十子 大街上可怜的人到处都是 可你唯独可怜他一个人 真是怪事 幸迹 你 龙先生还是把钱收下 不 我不需要钱 如果您是表示歉意 那就不必了 本来我们也是萍水相逢 您不欠我的 如果您可怜我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高寇先生 是我年轻 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我还以为这么大的会社 您一个人就能说了算 可谁知道 您也不要太为难了 等等 龙先生 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份工作 谢了 不必了 不必了 龙先生 你怎么要走吗 是信件 我把你爷爷给我的钱给送回来了 其实我爷爷也是好心 我知道 谢谢了 信件 你怎么来了 龙先生来了吗 你是来看他的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 龙先生的心傲他不会接受爷爷的钱 你倒挺了解他的 可惜他已经走了 你怎么办 你这么想见他 我倒有办法让他回来 董事长 这是外地催货的催货单 这是关东军的募捐同志 您看看 这钱和货早就拨出去了 怎么又找上门来了 副董事长 这是怎么搞的 抗日力量长绝 运货途中受到影响 关东军募捐也不是一批吗 不管怎么样 出入太大了 我要查账 什么 你怀疑我 不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亏损的原因 好 我把账交出来 不过你想让谁来查账 这就由我自己来安排了 好 爷爷 我看你找不到查账的人 他不会不在账上做手脚的 找他的人查账你是查不出来的 找其他的人你又怕得罪 而你 爷爷 你是想抓住他的把柄把它撤下去 你是很难的 用不着你来指点我 爷爷 我给你想个办法 会社的人找不出来 不会在外面的人里找吗 外面 对 龙祥心 他这个人倒不错 最重要的是他与会社没有瓜葛 不过不知道人家干不干 好 锅医生 您还没走 我打个电话 龙先生 我有事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 怎么说 算是我代表我爷爷 爷 我明白了 沟口先生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你告诉他 我还不至于穷得让他帮助的地步 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爷爷是求你帮忙 求我帮忙 对 会社你也看到了 亏损得很厉害 有人想排挤我爷爷 我爷爷的处境很困难 他现在想查一查账目 可是连个合适的人选都找不到 你爷爷想找我 不错 我向爷爷推荐了你 不过这件事也不好办 如果容易 我爷爷也不会找你了 这事来的太突然了 当然 你想想再说 好吧 龙先生 我姐姐五十子很关心你 五十子 我先把industry选举 tenido 我只能够起来了 以后还没掉 我不错 特别 проблем 我必须是要是假的 你太难看了 我必须要是要说 不错 我要报答你五次 用不着 一个女人何必要做这种危险的行当 日本女人在家里伺候孩子 伺候大丈夫 玩玩茶花 研究研究茶道 这多好 信介军 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何必挖苦我呢 我不是挖苦你 你说男人都死绝了 才让你们 你们女人出来冒这样的险 你中了这么多的枪弹 真是罕见 不过你还算有福气 一颗子弹也没有打中你的要害 好像是开枪的人对你手下留情 下次可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是谁打的 一个叫天使的人 天使 名字倒不错 不过 不是救人 而是杀人 真是绝大的讽刺 玉具小姐 我看你和杀你的天使真是有点缘分 是啊 我倒真想见见他 当面设人这笔账 龙先生 信介军 你怎么会到医院来 我是来看玉局小姐的 石川玉局 你怎么会来看她呢 我们是老关系了 对啊 那么这束花也是送给他的了 对啊 龙先生 你和石川玉局是一般认识呢 还是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了 信介军 你先告诉我 我们的关系很深 已经有多年交往 在你们日本我们就认识了 在日本 我明白了 你干什么这么着急 信介军 龙先生呢 你找他 是啊 以后你不要找他了 怎么了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他来找石川玉局 石川玉局 凡是跟石川玉局来往的人 你都要注意 龙祥星和石川玉局的关系这么密切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劝你还是离他远一点 你是护士 对这样的人少动感情 是川玉局 先生 小姐 我当心走火 小姐 这枪可不是好玩的 少废话 你还想喊一句小姐 上次的事你不会对他说吧 我已经对他说了 那不会吧 那我去问问他 看看他是不是真知道 你敢随便问 我就要打死你 你不说 我也不说 那你当我是来看看他吧 玉局小姐 有人给你送花 送花 他是谁 是龙祥星 他说是你的老朋友 龙祥星 快让他进来 龙先生 玉局小姐他要见你 我早就知道 玉局小姐不会不见我的 玉局小姐 龙先生 请坐 好 爹给我一支烟 好 我来 帮你合 remainder 我还是觉得 rehell 非常熟 好 怎 1914 这件事也许跟你有关 跟我有关 你最近见过军靖难吗 军靖难 你提他干什么 我一看见你就想起他了 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怎么了 我这次受伤就是他派人干的 真的 你在日本救过他的命 他怎么忍心对你下手 对我下手 五颗子弹都没有打中你的要害 说明凶手对你手下留情了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 我回来的时间不长 现在满洲绸缎诸师会社工作 满洲绸缎诸师会社 你怎么会在那儿 我父亲被人暗杀了 我才去顶了职 你说的是龙副董事长 他是你父亲 不错 你 你 那你在满仇干什么 沟口董事长 暂时让我替他查一下账 查账 那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 不不不 我是特意来看你的 不要客气 你要说实话 你需要我帮忙吗 不错 沟口董事长不信任会社其他的人 所以就选中我 他是把你来当枪使 你 除在我这个地位 就是当枪使 我也认了 但我希望你能帮我一把 好 所以你什么时候来 我都会帮你 好 谢谢 那我就不打扰他 玉京小姐 祝你早日康复 我告辞了 派人跟着他 来 喂 医院吗 请给我找一下玉京小姐 玉京小姐 你的电话 沟口会长怀疑账目有问题 什么 查账的事 这人原来是龙副董事长的儿子 龙祥新 我已经知道了 你就让他先查着吧 好 关东军那笔鸦片的事 你一定不能露出来 一定要当心一点 是 好 查账的具体进展情况 我随时告诉你 玉京小姐 你跟满朝生意上的关系 会不会在账目上 龙祥新想找我帮忙 他想在会设立住脚 恐怕他也离不开我吧 大姐 这么晚了还不睡 再等他一会儿 茶都凉了 我给你换一口去 是少爷回来了 来了 少爷 阿罗 我来 我自己来吧 大姐 相信回来了 大姐 大姐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休息 在等你 等我 这几天就是我回来了 你没见你休息 你在等谁 等我姐夫 万一他回来了 我看他不会回来了 相信 你还没见过你姐夫的面 怎么就咒他 阿丹不是说去打听他的消息吗 怎么到现在还 就是因为没有他的消息 我才这么说的 不客气的讲吧 大姐 我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姐夫 没什么好感 我看他心里有鬼 相信 好 我不说了 大姐 你放心 父亲的死不会总这样不明不白的 我打入会社就是为了搞清这件事 副董事长 郭先生 坐吧 高渴肯会长 我以为你来不了了 为什么 这活不好接 你知道吗 如果你现在推辞还来得及 我也不会怪你 你不认识 我懂了 但我同意了 总要试一试 好吧 我派助手帮助你 156 加156 对 323 323 再加上 228 分准去了 好 等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放心 他们查不出来 等等 等一会 等等 这个叫什么 会设用车一天一台526 对 526 526 526 再加一个 437 437 再加上 102 把这本书也加上 对 526 再加个102 五世子 爷爷 你过来 爷爷 那我先回去了 好 你先走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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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我劝你把龙翔心辞掉 为什么 他现在正在查账 再说 人是你推荐的 我怀疑他 我怀疑他来路不明 别有用心 你指什么 他和 算了 我反正不相信他 我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 在用人上 爷爷有经验 枪没了子弹 我还会再用他吗 不过 现在枪里还有子弹 对付副董事长这样的人 我需要他 爷爷 不过 你不要后悔 医院吗 请找一下玉局小姐 查账的事怎么样 第一批账没查出毛病 你放心吧 关东军那笔鸦片的事 你千万不能露出来 别担心 姓龙那小子是个厨 好 再见 喂 会长 电话 您电话 拿过来 来 混蛋 到了 对 这是黑龙会 我是陶景平支柱 近点 是黑龙会 查账 谁查 龙祥新 我知道他 原来他还活着 他也来凑乱 石川玉局很担心关东军的那笔生意 但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是黑龙会 石川玉局 石川玉局 石川玉局反应怎么样 什么 害怕了 这是好事 别的我不关心 石川玉局 我很关心 这么多年 我可一直没忘了他 这一查账又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好 你盯着点 查出来 查不出来 我都要要个结果 石川玉局的反应 你要及时告诉我 副董事长回来了 是 石川玉局害怕了 我用他来告吊沟口 再用陶景告吊石川玉局 那笔财产我独占了 董事长也是我的 看姓龙的那小子什么下场 对 姓龙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有好下场 副董事长 副董事长 您要是当了董事长 那我就 好说 好说 爷爷 爷爷 你怎么了 烫熟了 爷爷 你又在屋里摔杯子了 我知道 你是为查账的事上活 龙强欣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他什么仗没查出来 你不要胡说八道 这个账 这么多问题 龙强欣怎么就查不出来 拿下吧 他有他的难处 这账也不是好查的 他根本就不熟悉 何况副董事长 又从中做梗 又从中做梗 困难就更大了 爷爷 我看龙先生还是尽心的 我不要尽心 我要证据 我不能白花钱顾他 爷爷 你什么时候花钱顾他了 人家是帮你的 没花钱 花钱 花钱都是账 他没在你家拿钱 曹厂那小子可没什么给他钱 你别胡说 反正五十字 你要坚持龙强欣 看他是不是和曹厂真有关系 爷爷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龙先生根本就不认识曹厂 你可别冤枉人家 小孩子懂什么 曹厂那小子有办法 无虹不弱 龙先生不从我这拿钱 还不能从他那拿钱吗 爷有钱 只要是能治了曹厂 把账查兴了 要多少钱我都给 我给钱 爷爷 我给钱 爷爷 我有钱 我给钱 爷爷 你又发疯了 我给的钱 我有的事情 爷爷 你不能这样侮辱他 这位小姐 能不能拜托你把这束花转给农玉小姐呢 农玉小姐 她知道你是谁吗 这没关系 只要你把花送到她就知道我是谁了 好吧 谢谢你 谢谢你 农玉 有人给你送花来了 送花 谁送的花 他没说是谁 没说是谁 他说呀 你一看到花就知道他是谁了 那我怎么知道是谁送给我的花呢 送花的人这么多 就是嘛 现在每天给我送花的人太多了 我怎么能猜出是谁呀 再说了 他们呢 没有一个安好心的 那可不一定 我看呢 一定是个臭无赖 哎呀 农玉小姐 我可真羡慕你呦 怎么呢 你看 有人给你送花 哪个给我送一把呢 你说我送吗 还行啊 还行 长得不丑 就是眼睛小点 嘴巴大点 鼻子歪点 确实 要是有人给我送花 无赖也就算了 好啊 那就让你无赖也就算了 送给你了 送给我了 这花倒是飞香了 当了满英议员 就下眼皮发肿 眼珠子朝上了 怎么 是你 龙哥 怎么 见了老朋友 连招呼都不打 就这么过去了 我没有看见你吗 龙哥 怎么 这么久没见面 一见面 你就挖苦我 你这个鬼 你这个鬼 鬼 还是个大火鬼呢 我刚才还以为是谁呢 谁呀 刚才我还在想 是哪个臭赖呢 这满英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出去走走 可是 一会儿我还要视镜头呢 要是回来晚了 又会哀悼也骂了 怎么 不敢了 我这么远来看你 你也不肯赏脸 那就算了 你年轻人 我会亲人的朋友 他会爱来 你不肯赏脸 你得到的 你不肯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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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又就要 你不肯赏脸 我真的不肯赏脸 你不肯赏脸 我还会 你不肯赏脸 我还会 你不肯赏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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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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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